敬拜赞美 诗篇22篇说 上帝的宝座建立在以色列的赞美之中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 当神的宝座在当中 祂要一些恶者的工作 将要离开 祂会私下平安 喜乐 还有医治在我们当中 所以让我们敬拜赞美 让我们珍惜敬拜赞美 有人说敬拜赞美不是等人时间 让我们带着心灵城市来崇拜 我自我介绍 今天是我第一次 站在这里来分享主的崇拜 其实上个月在祷告会 我分享过两次 不过一些人都没有看到 我是姓杜 我杜一个木头的杜 杜江花的杜 国家的国 权是一个白水权 杜国权 其实我七月其实已经算是退休了 休息了 之前我在这个福龙基督教卫理工会 在福市 福龙基督在ACS 当然他有世界木头所长跑 不过六月为七月一号 我已经休息了 所以这两个月我每天在家 除了来这边没有在家 就是睡觉了 看孙了 有时看上孙 所以感谢主今天是第一次来分享 今天本来心里在挣扎到底要分享哪一个 因为最近讲到那个7月15 对不对 龙立7月15 本来一辈了后来觉得 还是注重在这个职场宣教 因为职场宣教应该大家很少听到 对不对 如何在你的工作地方 职场上来传福音 像刚才乖生 我们这个 让我们吃这个 享用圣餐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传耶稣的信息 所以职场宣要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哥罗西书三章23节 我们一起来念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再来一次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让我来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是你的恩典 让孩子今天站在这里来传讲主你的话 特别是讲到关于在职场宣教 在职场传福音的信息 求主恩高孩子的口 让孩子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 每一句都是出作主的意思 每一句都是神的意思 不是人的意思 主啊 求你恩高孩子的口 主让你的话 成为在每个人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在你手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职场仙教 职场是什么 是讲到我们工作的地方 当然不是只讲工作 等一下你会看到 到底他的范围是多少 然后宣教 就是向慰信主的人传福音 所以就在你的工作地方 来传福音 工作地方当然是很广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先讲一个故事 于一间的公司 所以他这个几位的男同事 就去见老板 要求加薪20% 老板就生气 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加薪 他这些人就说 我们公司的美女 要结婚 然后不要做了 好像林志玲这样 不要做了 老板说 这个美女 美女没有做 还有什么关系 跟这个加薪 为什么要加薪 这个 第一个人就说 每次我来 要来做工 看到美女 我就精神百倍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说 每天各位美女 谈了 多开心 所以每次做工 都有 对不对 特别听到 那个林志玲的声音 爹爹声音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说 我还有事美女 给我糖水喝 蛋糕吃 对不对 然后大家一起说 以后我们没有这个福利了 单身美女走 我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所以我们工作 其实你工作 除了你薪水之外 还要加福利 对不对 给你多钱 不过你做得很不爽 环境不好 没有这个福利 如果福利好 有事情少还OK 对不对 所以工作 薪水加福利很重要 什么是福利 福利是公司 为了保留员工 激励员工 提供的工资 收入以外的报酬 这是一个福利 我们叫福利 这是现在我讲我的经验 这是以前我做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在这个工厂 这样子到了 在满意这边 所以每天来回 来回 这个当我去地铁做的时候 这个人事不经理就说 这里的福利不错 很好 他说什么 他说 你做了五年 公司就给你一个月的薪水 十年就两个月 十五年就三个月 二十年就四个月 以前我做了一个公司 还没有加入这个公司 我做十年 给一个手表而已 两三百块 现在十年 给多个 两个月的薪水 开始 可能你开始 加入的时候 三千到时 你做到五六千了 两个月 十多千了 我做多少年 你知道吗 十八加一年了 十八加一年了 所以 最开心的时候 五年了 哪一个薪水 十年了 两个月 最开心是 十五年了 做了十五年了 我八月做 所以就拿了三个月的 三个月的薪水 然后 那个 也结束了 哇 又好红 那一年真的是 我很爽 不过 就做到十八年 十八加一年 为什么十八加一年 因为我做到十八年的时候 没有办法了 55岁退休了 退休了 这边那么一个工厂 难面对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管整个工厂的 quality control 什么ISO 我都报到完 你们听过吗 ISO听过 我包括四个ISO 我全部都有做 所以这边一个工厂 它一个ISO $14有问题 叫我去帮忙 我一年给它搞定 做了一年就没有做了 然后这个公司又叫我来 帮忙做一年 为什么 它有一个新产品 眼镜 它做这个眼镜 这个眼镜是怎样 你知道吗 是英国来的 它 你近视你拿这个眼镜了 直接可以转了 就可以用了 不必去眼镜店斗 不必去斗那个近视眼镜 所以 一年我帮它写 SOP 跟那个英国电话 英国电话 时间好像不满 所以每次早早就要开会 你下午过了 他们那边是晚上了 所以一年搞定了 不过我朋友说 如果早知道 50岁如果做到 像后来过了两年 过了一年 就政府做60岁 如果做60岁 我就可以达到20年 四个ISO 不过 不过还有这个 这个福利 我还有一次 送我去training training什么 6 SIGMA Black Belt 听过吗 6 SIGMA Black Belt 我不知道 我去槟城training 20天 20天training 他的fees多少钱 21千 21千公司给的 21千 21千 20天 6 SIGMA Black Belt 你又没有听过 鼓励你们上 6 SIGMA Black Belt 是怎样 你知道吗 好像那个 如果我们的 LN LN 那个电 那个 Tanaga 一年如果 一两次没有电 还是很平常 对不对 如果他是 他用6 SIGMA Black Belt 他用这个6 SIGMA Black Belt 他的目标就是什么 20年只有一次而已 这是他的目标 所以当你training 这个6 SIGMA Black Belt的时候 解决很多问题的 所以如果Tanaga有参与这个case 他的target 20年 才有一次没有电来 所以鼓励 每个公司 我参与这个课程 好 谢谢 OK 今天不讲这个课程 讲的 考虑来这个 所以 2017年 马来西亚最想就业的公司是什么 好 哪个公司啊 Google Google Petronas Shell Google是排名第一的 每次Google都是排名第一的 对不对 2017年最想就业的 Google到底他讲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Google Google Malaysia的 网络搜寻引擎龙头 Google的员工福利好 石油耳温 除了有舒适的办公室 免费的电动按摩椅 健身房 还有吃不完食物 这也难怪财新 连续几年调查 Google都是社会新鲜人 最想定的公司之一 哇 这样的公司好不好啊 我好像去 不是去做工哦 只有螳螂了 当然在台湾 10185楼 我的妹妹的儿子 就在那边做Google 哇 每次去啊 咱们吃咯 吃到完 这边也看到吗 这边也看到吗 Google为什么 因为他的福利好嘛 哦 福利好 所以这个 有一个画家 大家有看过 实际上有看过这个画家 叫做蔡松辉 他实际上都有画这个 实际上有看到这个 他实际上都画这个 在Facebook上有看到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工作除了薪水加福利 养活家人之外 每一个职场 岗位上都有上帝的使命 你看这句话就知道 然后这个有上帝 荣耀神 这里说 上帝的儿女 为应付地上需要而劳碌 但我们知道这些背后 活动背后拥有人生最高的目标 就是什么 荣耀神 所以你们在每个岗位上 做工的职场 你们最大的 最高的目标就是什么 荣耀神 我们说传福音 其实你荣耀神是一个活的见证 见证更重要 对不对 你传福音 可能你传福音 只是一些人你不能够传的 对不对 特别你 像我工厂 200多个 大部分人不能够传了 知道什么意思吗 所以你要活出见证更好 对不对 你不能传播你的见证 吸引人 对不对 所以荣耀神活着见证 所以见证了职场上 宣教荣耀神的重要性 所以职场上的宣教的重要性 请问世界上最大的族群是什么人 世界上最大的族群 以前说华人是不是 华人最多 现在好像印度人超过了 中国人了 对不对 不过不对 世界上最大的族群是什么 猜到吗 上班族 打工族 对不对 世界上最多的就是打工族 每个人都有打工的 最大的族群 所以这个很重要 其实你的荷场更大 上班族是最大的 对不对 特别刚才讲到那个上班族 特别 还没有到 不要紧 有一个主族崇拜 三位后 三位后就牧师 握手握手 后来有一位姐妹 赶快跑过来 很兴奋地对牧师 说牧师 昨天我最后一位的信主的朋友 断交了 现在我的朋友全部都是基督徒 我没有非信主的基督徒 然后这个牧师就又好气又好大 以后你向谁传福音 没有非信主的朋友 你向谁传福音 所以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华人 福音 施工库 是神士兴牧师 他几年前在这个三位 convention center 他有来讲 我参与一家他的 他的这个机会 特别像 像人传福音 像打叉打叉的人传福音 他就讲 他说 我们基督徒信主夜酒 好像夜属灵 对不对 基督徒信主夜酒 好像夜属灵 对啦 夜属灵 为什么 属灵你知道吗 他说 修理车 剪头发 买菜 吃午餐 都是找基督徒的经营者 对不对 我们现在 以前我 很多人都是 我做工厂的 全部都是基督徒 现在 我每天在一起的 都是基督徒的 我太太 上个礼拜 就去巴萨买居 这样多当啊 找哪一当 基督徒的 对不对 找基督徒的 我来当地牌的 大巴萨 当然他的先生 刚刚去世 今天刚刚 刚刚买账 对不对 我买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他整70块 两只鸡 还有那个 跟谁买 这样多大 基督徒买 我早上跟一批人 十多位 每天都在祷告 我们每天都在祷告 上次我的祷告会有讲 我们祷告 祷告了每天 然后去传福音他们 祷告了 其中一位 开了店了 以前我们吃东西 早餐去别地方吃 现在每个跑去 打电吃了 对不对 所以基督徒 信酒越来越属灵 然后非基督徒的朋友 越来越少 对不对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 找基督徒了 如果你去买菜的时候 一个是教会的 卖的 一个是另外卖 你跟那个 另外配基督徒买 我看明天的 很多谁出来了 你一定要跟基督徒买 所以变成我们就 面对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上班族 上班族是变成很重要 因为职场上 接触最多 非信主的人士 对不对 如果谁做职场的 特别是在工厂做的 以前我是在工厂做的 整个200多个 只有56个 只有信主的 全部都没有信主 全部都没有信主 你们可能在公司 一样的 当然有大多数 都没有信主的 所以职场上宣教 是一个很重要的 特别是 不同的种族的 如何在我们的职场上 荣耀神 所以今天的经文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 不是给人做 我们来看 第一 无论做什么 第二 都要从心里做 第三 像是给主做 第四 不是给人做的 分出 四段 第一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所以我刚才讲说 所有的人 从事各种的行业 刚才我讲到说 那个职场 其实是各行业的 还有包括家庭的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四龙工商 四就是专门做那些 老师 文员 然后农业 然后工厂 然后做生意的 保达完职场 不过家庭也很重要 当你家里你是父亲 因为他这里说 无论做什么 你父亲也是要成为好见证 特别你家里有人还没有信主 你也是变成职场先教了 对不对 当你家里还没有信主 所以父亲 母亲 哥哥 弟弟 妹妹 他们也要做 这里说 无论做什么 所以你都要做 都要拥要神 就是讲到神 然后还有 你的灵机 所以讲一点 无论做什么的意思 就是什么 广东话叫什么 包到完了 所以这里说 无论做什么 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的 不是只是做你工厂而已 不是你公司 你在家 对人外面全部都包到完 无论做什么 当你现在在家 你不是一个好儿女 你在学校 不是一个好学生 当然你以后将来 你就入了社会 也不能做一个好公民了 这是大家知道了 然后如果你现在不敬畏主 不爱人的信徒 但来将来 你也不能成为一个敬畏主 爱人的领袖跟牧者 所以 当你说无论做什么 路加福音就教导我们 这样做 路加福音16章10节 我们一起来念 人在最小的事中心 在大事上也中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易 在大事上也不易 对不对 在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在最小的事上也中心 在最大的是也中心 就是小小的事 如果你没有做好 神就不会给你更大事 如果你小小的事做好 神会给你越来越大 或是你老板 都会给你越来越大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William米尔尼 这个William米尔尼 他是去马里孙之后 第二位到中国 基督教的先教师 第一位去中国是马里孙 他第二位 我们来看他的小故事 小故事就说到 当马里孙到中国传道的时候 他要求拆会 加派一个同工 后来 只有米尔尼 一个人来报名 当时 拆会见他 面貌不扬 学士不高 就决定用为难的问题 决定用为难的问题 他们对他说 这一次所招的 不是传福音的 乃是去帮助传道人 劈财挑水 没想到 米尔尼竟然说 如果主叫我去 劈财挑水 我也是感激不尽 他们没有办法 就把他派到中国去 结果 他后来 竟然成为 历史上有名的宣教士 他曾经担任 马来西亚的 马六甲基督堂牧师七年 也创办 即担任当地 英华书院的校长 也和马里孙牧师合作 将圣经翻译成中文 也被颁发 名誉神学博士 小事中心 大事的中心 这个是一个 我前几天不久灵修的 刚好要一辈子信息 这个灵修 刚好拿来用 给你们看 这个你们可以上网 看这个灵修 如果你要我可以 WhatsApp给你们 现在我每天都 这个灵修WhatsApp 当然你们很注重 这个灵敏之良 灵敏之良是很好的 OK 没有问题 是比较高的 这个是给一些刚刚信主的 所以我 我会有我每天都WhatsApp给他们 所以这个我刚刚前几天不久 就看到这个 在拿出来 今天刚好跟你们分享 这个是讲到什么 小事中心 大事中心 后来他抵达马六甲后 只不过两个月时间 181 15年8月5日 出版了世界第一份的中文 期刊 看到吗 在马六甲 他从 其实他做小小的都可以做的 然后神给他越来越 更大的重任 所以这节经文所说的 人在最小的世上 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所以今天第一个小节 无论做什么 就是任何的行业 大事小事 都要什么 忠心去做 什么叫忠心做 就是尽力 尽心尽力 没有恶心的 这个是 无论你做什么 都要忠心的做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都要从心里做 都要从心里做 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专心 努力 有感情和爱心 如果你没有感情 你对这个工作 没有感情和没有爱心的时候 你会觉得 是一个重担敷衍形式 敷衍很什么意思 大家很会有敷衍 吃一点 吃一点 对不对 人家叫你做工的时候 你都会说 吃一点 吃一点 敷衍这样子 或是说 只是讲讲给他 没有做了 敷衍形式 但如果你对这个工作 没有感情 没有爱心 你是一个重担 还有是一个敷衍 有感情和爱心的工作 不结的苦 烦了享受工作的乐趣 所以对工作要敬业乐业 我讲一个故事 这里一个故事 有一个在工地上 所以有一个社会学家 他去问了三个建筑工人 其实这工人 他们刚好在建了一幅很大的墙 明白吗 三个人在做一样的工 在贴这个墙 贴桩 对不对 三个人一样的工 所以这个社会学家就问一句 你们在做什么 或是他问三个人 你在做什么 只是问这样子 然后第一个大什么 第一个就 第一个他头都不抬起来 他就说 你没有看到我家流汗等等 我正在切一道的庄 对不对 我是做这个庄 然后什么 没有办法咯 老板给做做咯 为了养家福口 明白吗 就是有一些人都做工 就是在埋怨的 为了养家嘛 为了福口 没有办法 这个人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咧 第二个他就抬起头来 就说 我在学校 我是读这个建筑系的 所以我用我的这个 这个建筑所学习的 来建一间的建筑物 这个是第二个的 他的答案 然后第三个咧 第三个是很开心 笑笑笑回答到他说 我在为人们建一间大教堂 我现在建一间教堂 然后到时当建筑做好的时候 哇 有人在唱赞美诗 有人在这里接受 耶稣 蒙恩得救 你看吗 三个人做一样的工 不过不一样的答案 这个社会学习 但是觉得很有趣 他说 同样的问题 有不一样的答案 然后 做一样的工 有不一样的说法 对不对 可能你去问了三个人 做工 一定有三个不同答案 然后怎样 多年后 多年后 这个社会学家 在去访问这个工地的时候 然后这三个人 他就去问他们 这个人 刚才那个第一个 一直埋怨的 还是在埋怨 还是在做一样的工 还是一样做建筑的工人 而第二个呢 第二个 哇 他已经生计了 做书牌射了 拿做建筑的 蓝图的工头了 他已经生计了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 哇 是一间建筑公司的老板 前面两个 都为他工作 看到吗 你的思想 你现在工作 对你的思想 影响到你以后 第一个人是什么 他将工作当作工作 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养家付口 第二个呢 将工作当作一种 事业 第三个呢 将工作当作一种事业 所以无论做 所以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今天 你们做公司 当作工作 还是当作一种职业 还是当作一种事业 改次你们的不一样 所以这里给我看到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特别是在我们马来西亚 你一个见证很重要 所以有一句 著名的名言 听过吗 听过吗 大家应该听过 隔壁的草头是比较轻的 隔壁的草头比较轻 就是说 有一只牛 他就是在吃草 吃草 吃草 吃的时候 他有个泥巴围住 他就看到隔壁泥巴的 哇 那边的草 特别轻 如果能够过去吃 是最好 对不对 后来有一天 他的主人忘记关了 那个门忘记关了 门没有关了 他就赶快跑过去 哇 爽了 有的草 那粒粒草吃 吃吃吃的时候 反过来看一下 那边好像更加利 更好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我们 很多说 做一行 或是我们很喜欢讲人家 你的工厂 好像比较好 对不对 我们实际上讲 想到人家的公司 比较好 我们实际上讲 人家的公司 或是 人家的比较好 对不对 其实做一行 都会愿意一行的 都会觉得人家的比较好 有一句话也是说 当你站在这个山 你看到那个山 都会比较高的那个山 对不对 其实你的山 高过那个了 如果量起来来讲 或是英文所说 个壁的草都是比较轻的 台湾有一次调查 是60%的人工作 不买一年就 失智了 就像刚才这样 做一行 演一行 然后一个人 记者就问了 哇 你心中的理想工作什么 你们心中理想工作什么 给你们 记得炒下来看 第一 答案 钱多事少 离家近 对不对 钱多事少 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 位高 钱大 责任 清 然后每个人都讲台湾 很流行 这两句话 难怪每个做了一年就要走 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 不过 当然是 事实的理想落差了 不是 不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要拍照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Google 对不对 哇 每个说最好的 福利好 其实 福利好 也不好 福利太好 也不好 Google人大包不满 福利太好 也不好 Google人大包不满 网络搜寻引擎龙头 Google的员工福利好 实有耳闻 除了有舒适的办公室 免费的电动按摩椅 健身房 还有吃不完食物 这也难怪财新 连续几年调查 Google都是社会新鲜人 最详尽的公司之一 不过最近有一群Google前员工 在网络上揭露 Google不为人知的一面 列举出离开Google的理由 员工只有在应征时 全力以赴 工作没挑战 但有很多食物和娱乐设施 沉闷或想事情时 会越吃越多 有人胖了18公斤 很难找到安静地方休息 很多人投诉按摩椅太吵 要求搬走 开放式办公室 没有独立空间工作或思考 到处是食物玩具 新人想融入 就要事物大小 都要兴奋欢呼 对主管很热情 看来只能说 表面在完美的工作 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一面 东新闻综合报导 这一行都一夜一行 觉得人家比较好 这样子 不过其实Google看到很好 不过还是有人离开的 也是觉得不好 所以有感情和爱心 工作不结的苦 反而享受工作的乐趣 所以第二个 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 第三 向事给主做 基督徒的职业操守 不单是向老板忠心 也要向上帝负责 就是我们向给主做的 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岗位 尽心尽力完成工作 为什么 这样受人尊敬 成为职场上的好见证荣耀神 这个很重要 特别见证荣耀神 特别在马尼西亚 我们有讲讲不同的 人很重要 我讲一个故事 有位建筑工程师 他要退休了 他要退休的时候 后来这个老板 他要求他完成一间 这个豪华的别墅 你建这个别墅 多少钱不要紧 建好来 不过这个要退休 他心里都想要退休了 口头答应 不过心里都好像不愿意 所以不愿意的时候讲 工作也不认真 材料也偷工减料 设计上也有缺陷 几个月完工了 完工了 他就老板来咯 哇 就拿小事给老板咯 老板就 哇 拿小事看看看一下 然后怎样 哇 老板说 这房子送给你 因为你 你围着公司做昨年的回报 他听到怎样 差点晕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 这里给我看 懂得无论做什么 像是业主做的 旧部会也不敢在自己的职业上 有偷工减料 外面我看到很多偷工减料的 真的是 他是围着自己 围着老板做的 如果我们都是围 像是业主做的 你都不敢偷工减料 偷工减料改次变成这个 你的 报应回来 记得这个故事 记得 然后 第四的 不是给人做的 给主做跟给人做的方不一样 当你给主做的是 儿女的身份 给人做是仆人的身份 所以 当你给主做 当你说是给主做 你是一个父子的关系 然后 如果是给人做是一个主铺的关系 特别当你 当你父子的关系 特别你给主做 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当然 要得到天赋的喜业 所以你工作也自然心甘情愿 不过如果你只是给老板做 给人做的 你会怕 老板 有时做不好 怕老板看到 或是老板不在 会偷懒一下 或是怕老板动怒 所以工作 态度会 做做 照做 照做的意思是说 老板在就勤力了 老板不在就 就偷懒一下 不过给主做的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给人做 不是给人做的 所以我们要给神做的 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父叫阿爸 这是罗马书8章15节的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奴仆的心 我们是一个儿子的心 所以我们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在灵命日良2017年10月14号 我看到你们很多灵命日良 我信主三十多年 信主第一天 我的牧师就给我一本 灵命日良 我开始读了 我真的很好 读到现在 灵命日良 当然灵命日良它比较高一点 刚才我给你看那个 对港信主的事很好 在灵命日良 这个目的 10月是乔装的耶稣 我讲到乔装的耶稣 他是讲到 有位作者他的朋友 他来照顾他的家婆 他的家婆是不良于心 所以这个朋友每次为他的家婆洗脚 就心不甘愿 心不愿这样子 为他的家婆洗脚 所以有一天 当他拿到这个脸盆跟毛巾 在在尊在他的婆婆前面 这个里面让他讲 然后他一抬头看的时候 一下子他觉得 好像在为耶稣洗脚 所以他感觉到他婆婆是 乔装的耶稣 然后从那以后 他觉得为婆婆洗脚 是一种荣幸 好像为洗耶稣的脚 明白是吗 不是给人做的 你凡事做都是 为做主做的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 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 就坐在我身上 大家应该熟悉这点 所以给我们看到 我们服侍他人 就是在服侍耶稣 所以我们做灯和宫 我们不是给人做的 我们给主做的 所以总结 职场宣教 工作出了薪水跟福利之外 每个职场上 都有上帝的使命 就是要荣耀神 所以世界上最大的族群 职场宣教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是我们接触 非信主最多的 各族群 如何在职场上拥有神 就是无论做什么 所有的人 从所从事的各种行业 包括家庭 都要忠心的去做 所以无论做什么 都要忠心的做 然后都要从心里做的意思是说 就是要专心努力 有感情和爱心 就是敬业热业 然后第三 像是给主做的 就是要尽心尽力的完成 受人敬重 成为职场上的好见证 不是给人做的 就是说 知道我们是儿女的身份 得天赋的喜业 所以工作的态度 要心甘情愿 这是一个总结 当然了 最后好料成底 好料成底 三位弟兄的职场上的见证 这里有三位的弟兄 一位是做老师的 一位是工厂的经理 一位是我 这位老师 什么啊 他说 他反对用老师团去存下的钱 买彩票 所以有一次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二三十位的老师在开会 一位老师就说 我们存了一些钱 我们花了一笔钱 然后剩下一些钱 拿来做什么 然后最喜欢的就是 有一个讲啊 最喜欢拿这个钱 拿去买彩票咯 中了全部分 对不对 我们神都会这样讲 剩下几块钱去买彩票 以前有副律部 现在买彩票 对不对 全部讲OK 买彩票 中了全部分 不过我这位 这位老师坐在后面的时候 我反对 全部讲OK 他说我反对 哇 几十个眼睛盯着他哦 他说我基督徒 我们不可以买彩票的 哦 钱不可以买彩票 哇 一位老师就站起来就讲 哇 你们基督徒啊 不是不会发达咯 因为 因为我说 怎么 马屋 马屋也草不肥嘛 人无横财不富嘛 这样你们没马 不要这样发达 对不对 哇 老师跟这样讲哦 所以这位老师咧 他说 OK 如果是这样子啊 我们现在啊 一起到那个客室啊 跟先生讲 要不要 全部不敢进去了 好 好 你敢不管全部现在去 课室里面 全部对着老师讲这些话 全部静静了 后来有一个老师 再起来一直说 哇 哇 你们基督徒啊 听说我打你左边 你右边给我打 哈哈 哇 这位老师 这位弟兄就说 是了是了 如果你要打我 他哪个给他 你打那打 哇 全部人看着他 他不敢打 因为他理亏 对不对 当然这位老师 后来成为福隆的渡协 又成为校长 其中一位的小学的校长 那我很好 这位老师 所以他 我才知道他的故事 才跟我讲 这个第二个是讲到这个工厂的经历 当你是经理 教会啊 哇 他是跟我在一起教会 我教会特别的 圣诞节啦 特别布道会啊 哇 他一定邀请他的下属 全部来喔 经理邀请下属 你要不要来 如果是你的经理叫你来 书还是全部都出戏的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信主就是因为他 如果今天神给你 就好像那个以示帖 你做那个王后 莫得改讲他嘛 神给你做王爱 就这个时刻你要用了 所以你祷告成为经理 对不对 你们做广告成为经理啊 改次记得你的下属 我全部圣诞节邀请来 他已经来的喔 对不对 所以他就邀请全部来喔 全部来 不久前我遇到在Desco 就遇到一个 一位 他带领信主了 我就问他 你还在教会啊 全家人信主了 还在热心服事 对不对 所以上帝给你们每一个的 你们有没有请你的同事 或是你的下属最容易的 邀请他 他一定来的嘛 他要看你的脸色 他就是用他的这个 邀请很多人信耶稣 所以今天 神给你们讲话 每个人讲话 你的同事 下属 或是你的弟弟妹妹 有没有邀请他来教会啊 还没有信主的 看到吗 神给你这个 好像那莫地凯那个以示帖 做这个 这个很 这个很 那官员看到我的弟子就问 你那里很多叉叉的人信耶稣 我的车有一次很大修理 修理了 我就去JPJ 给他看 JPJ我打开 然后这个 JPJ的官员来去看我 看看看 JPJ我的车 开部来看看 看了哦 他就看我的 对着我 你那里很多 这个叉叉的人信耶稣哦 你没有听 有人问过你吗 没有哦 我就是他来问我 他也不知道我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他来问我 你那里很多地方人 信耶稣哦 这个叉叉人大家应该知道哦 我说我不知道哦 我不知道 后来我就回来我的工厂 回来工厂 我遇到工时的朋友 我就问他们 我听到这样的故事 有没有 哇 四个啊全部哦 都说有哦 他们也听到哦 当然我讲到这里 后来我 他们说 是这个工厂的经理 他的公司 后来我去问他 他笑笑不要讲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哦 现在这里就不方便讲 如果你们要讲 等一下诗教我可以讲 这个就比较 敏感的 讲到这里 明白是吗 这个 哦 知道哦 后来 有一次我在 坐着坐着坐着 在写东西 后来我看到几个 那个 我的同事啊 印度妹啊 马来妹啊 全部在讲话哦 讲话 他就来 我就看他们讲话 我就问他什么事情 他们来找我 他来找他说 我们的那个 女子厕所那边哦 有肮脏东西哦 啊 还有你哦 特别有哦 你特别哦 你来帮他祷告哦 因为你特别有那个属 哦 他们不知道 好像特别属灵 因为他知道我是信主的嘛 然后他说你好像 比较有这个能力啊 啊 所以来跟我祷告 赶掉那个肮脏东西 因为他们看到肮脏东西 明白吗 好像企业的 看到很多好兄弟啊 所以叫我去给他祷告哦 赶这个哦 明白吗 所以你在职场里 没有见证你的见证 他们都知道 你的 你的 你是一个 全神的基督徒 还有我们呢 工厂 基督徒不是很多 五六个 所以我们就有时 午餐时间哦 我们就赶快吃咯 然后就 四十五分钟 我十五分钟就吃完了 跑去 那个gast door里面啊 祷告了 祷告了 我们一起祷告 所以这也全部都是在 见证我们的怎样荣耀神 这些是一些例子 OK 这是我最后一天的 他们 我在这个工厂做了十八年 最后一天 当时我的年龄是五十四岁 三百六十四天 明天就三百五十 就三十五十五岁 就要不能做了 五十五岁就要退休了 所以最后一天 他们就跟我开那个 欢送会咯 欢送会当然讲一些话啦 讲一些感谢话 最后我就 留一句话 我说 我留一下勉励的话 给你们啦 勉励给你们咯 留一家 我们一起来一点 When you face problem Don't look front Don't look back Don't look left Don't look right Don't look down but Look up 大家一起来念啦 当你遇到问题 不要向前看 不要向后看 不要向左看 而是向上看 仰望上帝 这是我留给他们的 今天也留给你们啦 留给你们 一大问题的时候 不要向前看 不要向后看 向左看 向右看 向下看 而向上看 好 所以今天的信息啊 如果你知道要抓住这个 还有最后这些经文 我一起来念啦 这些经文 你一定要记得 这两个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这两个 第一个 跟刚才讲到那个 勉励的话 就够了 OK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感谢赞美你 今天借助主你的话 来勉励在座的弟兄姐妹 特别我们知道 在职场上 主啊 是我们遇到最多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主啊 我们要在职场上 主啊 来荣耀你的名 主啊 让我们在职场上 所做所行的 都能够荣耀你的名 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 特别是我们知道 我们职场上 最多的 不同的 各族群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愿你的话 勉励我们 帮助我们 也一样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向前看 不向后看 不向左看 不向右看 不向下看 而是向上看 仰望耶稣 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 敬拜赞美团来 唱歌 为我们唱的诗歌 用姐妹来站起来 来给上帝热烈的掌声 来再一次 祂的好的信息啊 记得这场 见证是最重要的 现在啊 很难叫你的朋友来教会 但是很容易 在这场传上帝的福音 阿们 哈利利亚 阿们唱她首歌 阿们唱她首歌 阿 那片子 Where is Denise 哈利利亚 阿们 哈利利亚 阿们 哈利利亚 来我们起唱 如果你什么 要回应上帝 请上前来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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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祢的温柔 多年前几年后 仍然相信一眼熟 一年年地长大 一次次地全目 祢都陪着我 为我怜悯我 祢都陪着我 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等我引导我 保护我 依靠野荷花的人 什么也不怕 依靠野荷花 一个不必想 你说 回退我走过春夏秋冬 祢都陪着我 依靠野荷花 依靠野荷花 一个不必想 亲爱耶稣 今天我们谢谢祢 我们把祢的孩子 一个星期里面的 去的做的 讲的 计划的 全部交托 上帝祢来带领他们 在这个星期里面 使他们 被祢指引 使他们被祢领导 使他们做的事情 都分别为圣 使他们在资产 成为光和眼 使他们没有 撇下你这个大使命 哈利路亚 因为他们 你是配得他们的一切 侍奉 你是配得他们 来提你 高你的圣名 你是配得 他们一切的 这个传福音 上帝 谢谢你 把你孩子交托 奉耶稣的圣名 Amen 有什么需要祷告 请上加布兰的话 上帝祝福大家 做这个蒙福的主乐 Amen